吉林长春一个公园里面 近日出现使用高科技器械的户外智能健身设施 受到市民欢迎 长春南湖公园湖深岛 这一处面积超过9000尺的户外场地 设置一组智能健身设施 向市民24小时免费开放 场地分为体质測视区 体能训练区 热身准备区 和拉伸放松区等 市民可以透过手机数码 人念识别连接器材 实时记录运动数据 系统根据市民看测结果和运动的习惯 调节器械阻力大小 满足不同人的锻炼需求 来到我们智能健身房 第一步就需要到体质的测试区进行测试 它会记录游客的身高、体重、体成分 等不少于13项的身体素质内容 就可以获得体测报告 运动处方运动计划的 之后就可以去其他区域锻炼 也可以查看到这个数据 有市民表示 公园部外健身场地风景优美 还可以和其他人切磋 锻炼的时候更加有动力 据了解 远方每日都会安排清洁人员对健身器材进行消毒 无线电视记者例在山不道 无线电视记者例在山不道 金针 金针 好像